好 再來捷運台北站又聽說有色狼了 而且這個女生呢 你看看她的這個行為 因為保護當事人的關係 有打馬賽克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她就在你後面 然後拿手機來偷拍你的群體風光 這是女子呢 在電伏梯跟月台啊 兩度被偷拍 後面的民眾都看在眼裡 後來看不下去 大聲的賀刺有色狼 嚇了這個偷拍狼 轉身狂奔 那麼根據最新的統計呢 兩年內你知道嗎 在捷運偷拍啊 多達了73件 而且尤其是在手扶梯啊 女生如果穿短裙 穿短褲的話 手扶梯要留意 光是在手扶梯發現這種偷拍 就多達37件 捷運站內回憶 女子邊搭手扶梯邊玩手機 後方的白衣男子卻越聽越近 女子警覺有意 不停左右看 沒想到下一秒 男子人伸手 偷拍 群體風光 不過這還沒完 男子繼續跟在月台等車近 不顧人來來玩往 再度犯案 後方女子出言呵斥 嚇得她心虛 轉身拔腿就跑 警方調遇監視器 一眼認出就是誠心慣犯 到她住處逮人 依法送辦 但沒想到一天後 比對與大湖公園站 另一件偷拍案手法類似 再度將她移送 重點是局犯案史與前一日盜案史 衣著一模一樣 立即通知呈現再次盜案說明 愛在捷運偷拍連兩天被逮送辦 根據捷運統計近兩年 妨礙秘密案件共73件 其中有高低差的手扶梯就超過一半 是偷拍狼最愛下手的區域 警方也呼籲若遇到色狼偷拍 應立即向占物人員求救 或使用警政APP大字幕向身旁人求救 可別忍氣吞聲 讓色狼越來越囂張 記者楊中盛 彭新美 台北報導 再來看看台南早餐店 這位女客人她點的是法式吐司 法式吐司就是吐司 然後會沾蛋奶油 然後去煎這樣 拿到之後發現 裡面怎麼有肉鬆 她不敢吃啊 要求店員全額退廢 因為照理來說 法式吐司應該是沒有的吧 但是業者說 那我幫你挑出肉鬆 但女子堅持說 那我不要買啊 肉鬆就有肉鬆味啊 那但是業者說 我不讓你退廢 結果沒想到這個女客人 她也就是情緒就炸了 她拿這個吐司砸店員 還把飲料都給打翻了 畫面中這名長髮女子 到這間早餐店 點了法國吐司 拿到餐點發現有肉鬆 不敢吃 到櫃台要求老闆娘全額退廢 雙方談不攏 女子把吐司砸向店員 又把桌上計算機摔到地上 後方客人一臉錯愕 沒事先交代不加肉鬆 店員幫忙挑乾淨 還是不滿意 向老闆娘理論 不管如何就是要全額退廢 早餐店小本經營 出餐無法退 女子不高興離開時 故意把飲料杯封口磨撕開 把飲料倒在地上 讓店員們看傻眼 這樣還不夠 起身又故意撞外桌子 也沒有事先講說 他不要那個東西 就我們計算機放在上面 他就把我們推 就是撥到地板上 老爸回家自己處理 或家人可以吃這樣就好了 不用那麼惡劣那麼暴動 為了肉鬆撕破臉 女子氣到破口大罵 還砸了店家物品 以後上早餐店 先確認有沒有不敢吃的食物 再點餐 以免吃得不開心 還跟店家吵得不可開交 據來賴冠章 李益蓉彈彈彈報導 員工辛苦 這一整年 當然期待就是什麼 公司發獎金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間公司的員工 在臉書社團 PO文 大抱怨 他終於領到年終獎金了 結果老闆發的是 千元的五倍券 讓他氣到快吐血 有網友看到也回應說 有看到老闆的行車新房嗎 那就是你的年終 還有人勸他趕快跳槽換公司啦 講到年終獎金 日前傳出長榮海運員工 爽領四十個月 讓不少民眾好羨慕 但卻有其他公司的民眾 在臉書大抱怨 三月才領到年終獎金 誇張的是竟然都是發千元 五倍券 到底什麼意思 民眾還抱怨公司 月營收三四百萬 毛利七成 卻拿到這種年終 真的讓人吐血 不太能接受 年終是辛苦一整年 有一個回饋嘛 那這個五倍券 不如拿的現金 來得就是舒服這樣 這真的蠻奇怪的 這真的就是我的年終獎金嗎 還是這個是什麼意思 五倍券使用期限 直到下個月底 多數民眾都說無法接受 不少網友看了也留言回應 大酸這間公司 幫政府做人情報稅給優惠 還有人點出 你以為毛利七成是怎麼來的 有看到老闆的新車新房嗎 那就是你的年終 也有人感嘆 各種奇葩老闆都有 不過除了五倍券外 根據人力銀行公司統計 各大公司的年終獎勵 五花八門 有的是送旅遊機票 也有公司送禮券 但也有公司 把沒賣完的家電產品 直接送給員工當年中 還有的是送旅遊行程 但多數民眾還是認為 發獎金最值在 記者楊世絮 陳嘉倫台北採訪報導 在新竹的竹東 也發生了一起兇殺命案 這個彭信的兇嫌呢 說不滿先前啊 被名婦人呢 舉報他竊盜 結果呢就在昨天下午 遲刀就找到了婦人的朋友家 趁著全部的人在打麻將的時候 突然衝進去 然後砍了這個婦人就跑了 這名婦人呢身中三刀 屍血過多送醫急救 不治身亡 婦人的朋友也是頭跟手 都被砍傷 命危到現在都還在急救當中 救護車開鏡狹窄巷弄中 救護人員立刻把傷患 放上單架推進救護車送醫 新竹縣竹東正發生一起兇殺案 現場地下還留有斑斑血跡 前客累累的51年刺彭信兇賢 因先前被彭信婦人 舉報竊盜案而心聲不滿 13號下午持剁骨刀 要找婦人尋仇 彭信婦人當時正在 邱信朋友家打麻將 沒想到兇賢突然闖入猛砍婦人 婦人遭砍三刀 奪進浴室後 仍因失血過多送醫不治 慌亂之中 邱信朋友頭部和手部也遭砍傷 宋一名為還在搶救當中 傷者一名頭部失血 另一名傷者倒破於血破間 經評估患者無生命真相 兇賢在犯案後徒步逃逸 警方已組成專案小組 鎖定兇賢追起當中 調閱現場周邊監視器 鎖定一名彭信犯賢設有仲賢 周遭鄰居表示 命案發生地點出入人口複雜 很複雜喔 嗯 怎樣複雜 都是打麻將的 打麻將的 有警察來的 兇賢才剛出獄 就又犯下命案 警方將全力追查 不讓惡徒逍遙法外 記者 何木千章 智人新竹報導 再來呢 台北的新生高架 由於這個驚險的場面 由於一輛這個仙背車上橋之後呢 突然間說 在內側車道硬切 被後面的車按喇叭 沒想到呢 這輛仙背車的駕駛 居然你看看 減速逼車 這真的非常的危險 另外在竹北也發生了一起 貨車惡意應急計程車司機的案件 大貨車亮著右轉燈一啟動 抓準空隙立刻向右靠 但小黃不願意輕易讓住車道 加速跟上前車 沒想到大貨車竟然繼續向右 硬是要切入外車道 差點就要發生碰撞 兩輛車就這樣肩並肩 向前行駛 通過路口後 大貨車又再次向右靠 把小黃逼到最外車道 問講退無可退 立刻加速擺脫 驚險場景發生在 新竹縣竹北光明六路 索性最後沒有發生碰撞事故 另外一個驚險場景 發生在台北新生高架上 右側的白色仙背車向內靠 後方車輛立刻按喇叭警示 鮮背車硬切進內車道後 竟然還減速B車 後方駕駛立刻變換車道閃避 沒想到鮮背車也同步換到外車道 那我XX我最喜歡檢舉 才剛講完 鮮背車又再彎到仲裁煞車 還好後車反應迅速即時煞車 駕駛則無奈的叹了口氣 兩起事件最後都沒有發生事故 但是大貨車和鮮背車駕駛 惡意B車的動作實在太危險 記者張志仁綜合報導 睡不好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快點購 掃一下